华夏科技大学庆祝49周年校庆在最近是举行了 邀请各界的贵宾还有全校的师生共襄盛举 共同来庆祝改名科大后的第一次校庆 除了庆祝典礼之外也让学生们发挥创意百元优惠的摊子 多项活动同时间来进行整个校园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华夏科技大学庆祝49周年校庆 同时也庆祝改名科大后的第一次校庆 向方广邀各大学院及高中职校长还有校友共同来分享校庆的喜悦 新北市教育局局长林滕娇也特别出席 感谢华夏科大对于新兴学子的栽培 这是我们49周年的校庆 我们也正好是改名科大第一次的校庆意义非常重大 另外就是我们学校因为最近几年来有非常卓越的一些表现 那么所以对这个学校的这个未来发展打了很好的基础 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来庆祝学校的校庆 希望我们这个学校能够永续发展 在技职教育体系里面有这个最优的表现 校庆当天同时也表扬了杰出校友以及优良教师 期盼技职教育能够持续在校园内发挥最大的价值 为了庆祝校庆学生们也绞尽脑汁准备了创意又吸金的摊位 希望能够在校庆这天留下学生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未来华夏科大也将继续开发淡海新校区 并以物业管理以及智慧型机器人为主轴 华夏科大希望能借由这两大目标成为各大校园的领头羊 中家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